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我们继续来讲《心经》 有三个部分的心经教授 第一个是 三个部分的心经教授 它分有三个部分 所以第一个部分讲的是 根的智慧波罗蜜 第二个部分是 道的智慧波罗蜜 第三个是 然后最后它讲到咒语 所以大概是有这四个部分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根的智慧波罗蜜 那么各位都知道 什么是根的智慧波罗蜜吗 没有忘记 对不对 什么是根的智慧波罗蜜呢 一切现象的自信是完全清静的 一切现象的自信是完全清静的 很好 通过了 不论佛陀 是不是有教导我们空性 然而一切的现象它的本质呢 就是本身就是空性的 空性它是完全清静的 是远离痛苦障碍 以及一切自他分别的 空性它是完全清静的 是远离痛苦障碍 以及一切自他的分别的 空性它是完全清静的 阿弥陀佛的本质和一只猪的本质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称的根的智慧波罗蜜 那根的智慧波罗蜜在哪里呢 各位觉得呢 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哪里 佛学院 现在在佛学院 波罗蜜在佛学院 在你的心里吗 有多大 你的心比智慧波罗蜜还大呢 还是智慧波罗蜜比你的心还大呢 你的心比智慧波罗蜜还大呢 还是智慧波罗蜜比你的心还大 有人说一样大 如果一样大的话 你怎么装得进去 所以智慧波罗蜜一定要比你的心还小 对不对 因为智慧波罗蜜在你的心里 他说这是超越了这个形象的 那就表示智慧波罗蜜不在你的心里咯 他是超越概念的 他又回答 他是超越概念的 他又回答 在哪里 在哪里 于是智慧波罗蜜在哪里呢 应该可以说它是一个 怎么翻呢 无法形容的 那什么是这个 那这个教法在讲的是什么 不是讲智慧波罗蜜吗 如果说智慧波罗蜜是超越了一个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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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事物 一切的现象 都不会超过智慧波罗蜜 你无法超越过智慧波罗蜜 所以智慧波罗蜜在这里 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出 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出智慧波罗蜜 所以我们在轮回里 现在我们需要第二个道路 也就是道 根的智慧波罗蜜是和我们同在 也和佛同在 它是在一切处的 然而我们没有什么呢 也就是没有智慧波罗蜜之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增长 这个道的智慧波罗蜜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第二部分就要讲到道的智慧波罗蜜 这就表示如何去修持智慧波罗蜜 智慧波罗蜜就是表示要了解到一切的现象的自信是空性的 所以你才能够超越概念 智慧波罗蜜它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超越概念 所以昨天我说过我们有四种概念 对不对 各位还记得这四种吗 对不对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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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是 不是 呃 既是 又不是 智慧 又不是 又不是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 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是 是也不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概念 修持空性就能超越这四种概念 不然我们无法超越这些概念 有人会想说呢 那么能够去制止各种概念的方法 就是要完全反着来 比如说明明是对的 要说成是错的 是错的说成是对的 或者是高的你要想它是矮的 矮的你要认为它是高的 这才能破除概念 那就有个故事 是个真实的故事 25年前呢 就有一位西方人 他来到了智慧灵 那时我的老师 大师徒仁母切也在智慧灵 然后他接受了大师徒仁母切 那位西方人也从大师徒仁母切那边学习 而那位西方人就告诉大师徒仁母切说呢 我现在知道怎么样子呢 去破除概念了 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是 我必须要抑制我 所以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呢 他从来不用我这个字 所以如果说我要喝水 他会只会说呢 喝水 然后大师徒仁母切告诉他说呢 这不是好的一个做法 因为 如何破除概念 你必须要认为 真实的状态 不然你只是说 有没有我 就是像建立另一个概念 所以如何破除概念呢 是必须要了解到一切现象的本质 然后你只是在那里讲着无我 无我的话呢 你反而是去建立了另外一个概念 但他没有听 但他没有听 他说 所以他会说 要去Daram Salah 很好 我很好 他没有办法说我 所以他只能说很好 你和我要到这个城里去买东西 他只会说你和没有了 然后再说到去城里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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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要破除概念 我们必须要了解空性 所以昨天我说到说 我要去解释 跟各位解释什么是空性 是不是 这非常容易 我们需要学习两个字的意义 Empty 空 ness 还有性 就是这样 非常容易 如果你知道这两个字的意义 你就知道空性了 那什么是空的意思呢 一切的现象不是真实的存在 一切的现象不是真实的存在 那什么是性的意义 一切都有可能 这就是性的意义 这两个合在一起成为了空性 这两个合在一起成为了空性 所以各位都明白了吧 想完了 当然还没有完全 所以我首先要讲的是空的意义 什么是空的意义呢 什么是空的意义呢 有很多很多的现象 昨天我们谈到了五蕴 空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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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的四蕴是属于心的 第一个色蕴 第一个色蕴 它是属于粒子的 第一个色蕴 第一个色蕴 它是属于粒子的 这两个部分都是空的 怎么说 一开始我可能要先解说一下 如何的色呢 色为何是空的 明旧人物切在这里 明旧人物切的身体 但这不是明旧人物切是不是呢 明旧人物切的手 不是明旧人物切 对不对 但说是明旧人物切的手 于是明旧人物切的手在哪里 哪里 这是明旧人物切的手吗 这里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它也是明旧人物切的手吗 两边都是吗 那手掌这呢 那就变成有三个明旧人物切的手了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明旧人物切的手 它是手臂 但是是手臂的一部分 那这也不是明旧人物切的手臂 你把这些不同的部分组合起来 你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明旧人物切的手 所以手臂呢 所以手臂呢只是一个概念 而你所拥有的只是各个部分 然后是明旧人物切的手 于是我们讲到明旧人物切的手 对不对 在这儿 手在哪呢 这是明旧人物切的手吗 所以我在问你们呢 这是明旧人物切的手吗 这里 不是 这是大拇指 大拇指 大拇指不是明旧人物切的手 但是是手的一部分 如果每一部分都是我的手 那我就有六个手了 对不对 但是手只是一种概念 但你在这里你有的是什么呢 是手指头以及各个不同的部分 对不对 那现在讲手指在哪里 那时候手指里面有骨头 还有血肉 他还有上下前后左右的各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大拇指 但是是大拇指的一部分 所以没有一个独立的大拇指 所以没有一个独立的大拇指 它是全部组合起来才成为大拇指 对不对 再来 再来 那这个大拇指的上端在哪里 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越问越细 最后到了原子 那原子在哪里呢 但是原子它又是各种次原子所组成的 每一个次原子都不是大的那颗原子 所以一粒大的原子呢 它并不是真正存在在那里的 那你有的是什么呢 可以是每一个其中各个部分的次原子 对不对 那同样的次原子又在哪里呢 次原子呢 它又是从这个次次原子所组成的 那你可以一直呢去分析到粒子中 于是我们藏文称叫做围尘 如果您更加进入那围尘 那是什么我们叫做围尘 所以你在分析到每一个围尘里去呢 你就会达到一个叫做无方分围尘 它已经没有各个部分存在了 它有点像是一种能量 但是那些也有 如果那些有一个方向 那意思 那些围尘是只有围尘 所以如果它仍然有方向的话呢 然后那个只能说我们给予它一个名称 或只剩下一个名词 名字而已 但是呢 它实际本身来说呢 它已经是 只是一个个别的一个不同的小小的部分而已 所以 你再往下去分析 分析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 成为零 所以各位知道像森林 各位知道森林吧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森林 请举手 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森林 因为不是很多人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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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成为一个森林 你需要很多每一棵树 对不对 如果没有很多的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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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森林了 对不对 再另外一个例子 你可以说有三个人 为了要成为有三个人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人 如果没有一个人的话 就不会有三个人 对不对 对不对 首先我们说 在哪里是森林吧 森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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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各位说 大红人说 你森林吧 森林吧 在哪里的时候 这只是一个概念 因为你会发现到 它只是手跟脚 肚子跟腿 腿跟心等等 不同的部分组合起来以后 才成为一个名救人摩切 於是這每一個部分都是真實的,但是所謂那一個明舊仁波切,它卻並不是真的存在的。 然而現在我們有一個大問題了。 雖然說整個明舊仁波切只是一個概念,我們認為它的手是真的,可是你在研究它的手的時候發現它也只是各個部分,各個粒子組成的。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對不對? 現在我會給你們一個例子,所謂的科學家說。 科學家說,當他們在研究一粒原子的人,當他們在研究一粒原子的人,只有一粒原子的人。 所以科學家說,當他們在研究一粒原子的時候,裡面有99%是空的,只有1%是真實的。 當他們看到那1%的真實,裡面又有99%是空的。 那仍然是99%的空。 那那1%裡面又是99%的空。 好像有點是無限量的。 然後到頭來,沒有了。 再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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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特別的學科,叫量子引力。 那這個樣子引力呢,他們的研究是,當他們去研究一粒原子的時候,到頭來呢,他們只會發現到的是能量。 時間跟空間。 而他們去研究,再進入其中去研究的時候,會發現什麼都失去意義了。 變得沒有時間。 沒有能量。 也沒有空間。 所以沒有了桌子。 這是當然的了。 但是他們卻害怕於他們所發現的。 於是他們想,那我是誰啊? 我也會像這個一樣嗎? 全部都沒有。 不喜歡。 他們用他們的方法發現了,但他們並不喜歡。 但並不是全部,但某些人並不喜歡。 所以我們說沒有森林了。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每一棵樹。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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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巾。 我會說這是真正的毛巾還是不是。 那我會檢查一下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啊? 所以這是有感覺的。 它是一個涼涼的毛巾。 變成黑的。 變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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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裡來? 變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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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變成紅色了。 奇怪。 這是真的。 我可以摸到。 我可以感覺到。 那麼這是什麼呢? 啊? 毛巾。 毛巾。 哈哈哈哈。 這就是空性的性所代表的意義。 這就是空性的性所代表的意義。 空性的意義並不是什麼都沒有。 啊! meaning of emptiness is everything。 空性的意義代表的是一切。 Or maybe you can say meaning of emptiness is fullness。 或者你說空性的意義呢,是我全部。 Fullness, emptiness, same。 全部跟空性可以說是一樣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真實的存在,所以一切都變得有可能了。 因為一切的因緣條件都有可能了。 有可能了。 於是業力也有可能了。 無常。 沙撒羅。 輪迴。 涅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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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變得有可能了。 舉個例來說。 在你的夢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呢? 在你的夢裡,你甚至可能成為台灣的總統。 即便你不是。 所以在夢裡,你甚至可以是男變女。 女變男。 即便你不是。 在夢裡,你可以夢到自己是無家可歸。 或者你是百萬富翁。 即便你都不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那麼多可能性呢? 這邊有人回答是因為非真實存在。 非真實存在。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不是真的。 夢不是真的。 所以一切都是可能的。 如果夢是真的。 就沒有任何可能了。 也許你就不能有夢了。 如果夢是真的。 對不對? 所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因為夢不是真的。 所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空的, 所以一切都有可能。 但一切有可能, 同時它又是空的。 所以這兩者是一體的。 所以這兩者是一體的。 所以在心經裡面說色不易空,空不易色。 就好像水跟潮濕是一體的。 這就是空性的意義。 所以各位現在明白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講到的呢? 就是道的智慧破羅蜜。 這就表示我們要如何去練習修持智慧破羅蜜。 所以在經典當中呢我們稱為有叫做啊。 就是有六種差別的部分。 就是有六種差別事物。 就是有六種差別事物。 這也大概像是阿彼達摩對法論的意義。 還有像中觀,甚至皮奈耶,也就是綠典等等。 應該說所有的經典都有這六種。 所以一切的現象如果我們要去分類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把它分為這六大類。 那什麼是這六個部分呢? 那什麼是這六個部分呢? 第一個 也就是運。 第二個 檢查 第三個 戒 第四個 十二因緣 第五個 第五個 四弟 第六個 第六個 那麼應該說是處與非處。處是那個住處的處。 各位明白嗎? 我會再說一遍。 我會再說一遍。 當勞,通勞 第一個是運,無運的運。 第二個是處,就是接觸的處。 各位也許可以做一下筆記。 通勞,已經寫過了嗎? 通勞 還有第三個是戒,世界的戒。 第二個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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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是十二因緣。 第五個是四弟,四聖地。 第六個是處與非處。 處就是不處的處,非處就是,非就是不是的。 一種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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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对不对? 现在,我会告诉你, 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讲到运它的意义。 其实,首先,有三个。 第一个三个是, 其实,前面三个呢,是运触界这三个。 因为,有不同类型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关系。 所以,不同的众生呢,它就有些不同,它有兴趣的一些区域。 常常是运触界的。 其实,整个阿毗达摩对法论,它都在讲这三个事情。 那什么是,它们不同的一种现象呢? 那什么是,它们不同的一种现象呢? 有三个。 有一些,它们特别着重于内心的现象。 比如说,感受,念头,意识。 这是为了解。 它们更着重有兴趣对于心灵。 那还有第二种人。 它们更着重有兴趣对于心灵。 那还有第二种人。 它们更着重有兴趣对于外在的现象。 有不同的对境。 那还有第三种人。 它两个都有兴趣。 外在的色相以及内在的意识。 所以对这三种不同的人的特质, 就有运触界的三种分类。 运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就是那五运。 其实很难翻成英文。 有些人说是这样子。 叫什么? 那有些人他翻译的叫做五堆。 英文就是变成五堆。 但其实没有什么真正意义。 所以我就要用藏文来说。 那什么是这五运呢? 。 也就是色受想行事。 什么是色呢? 也就是任何有关联于原子的这些物质。 那就是色。 各位都知道了。 第二个是受。 第二个是受。 就是感受。 就是感受。 那么这个第二个受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可以感受。 你可以感觉。 所以所谓的感受呢, 也就是一种你能够感觉到的。 一种它的一个自信, 就是能够去感觉得到。 就好像是乐、不乐、 还有一种无际。 也就是不属于乐, 也不属于不乐的感受。 有这三种感受。 那这三种感受怎么来的呢? 从你的对境, 还有你内在的意识, 还有你中间的根门。 当这三种结合时, 你就说, 哦,我喜欢。 我不喜欢。 我不知道。 就这三种。 这就是你的感受。 那么第三个是想运。 那么第三个是想运。 想运是你认识到这个现象, 它某一种特别的一个本质、特质。 比如说好的。 不好的。 无际的。 等等。 这有点像是念头。 它是属于这个念头的这一块。 那么这两个是一种感受跟念头。 第二个是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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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运呢,它完全属于这个感受。 而第三个想运呢,是更属于念头。 OK。 再讲到第四个。 行运。 意思。 意思。 which is go through all the different phenomena and checking what they are. 那么这个行运是,好像你的意识到了不同的各种现象中 去检查分别它们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说有五十一心事,也可以说五十一心所 其实兽跟想这两运也是属于行运的 为什么我们要把兽运和响运从行运里分出来呢? 因为在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属于一般人的问题, 那不是属于宗教信仰的问题, 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在他没有宗教信仰时呢? 对一般人感受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响运呢?一般来说是属于一些有信仰的,有宗教信仰的人。 比如说,我会认为我的见解是这样。 你的见解跟我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是应该是像这样子的说法。 这是错误的说法。 所以他们的想法特别多。 比如说会认为现象应该是这样,它应该特别是属于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还会因此而写下很多的书。 然后甚至互相的去批评你的是错的,他的又是错的。 他的这个看法或那个看法是错的。 所以,虽然说这个受孕跟响运都是属于行运,这五十一个心锁当中的。 但是当我们只分类成五运的时候呢? 又把这个受孕跟响运特别拉出来了。 尤其现在很多人都是跟着感觉走的。 很多人都已经很厌烦想太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银行贷号土地银行 005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诗时 要供焉供 日期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 星期四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诛习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参加后 我会认为受众不受众 面试留守核准加用COVID-19 减碰刺激散品 民众区要求 要统丢业到合法 要通路出马亦度 每一时间 会注意合法方的 防疫转安核准事后 通好期 说明书会先看清楚 数学群出色的开始 才减过后 同用过的面子内 同刺激用塑狗态保护 其家隔离 非着核减业的人 核减业出来核减业 像联络档TV声区 也在打疫情议议 其他民众核减业 核减业核减业 核减业 像不合作太重因素 核减业核减业的核减业 什么是出地的菩萨呢 出地的菩萨 他不再有执着 内心不再恐怖 也不升起颠倒 不会打妄想 他不担忧生活 也不惧怕死亡 不会对人产生怨恨 也不会对人毁谤 进入了出地的菩萨 他等于升到了诸佛的家中 他以助人为本分 以布施为快乐 能少龙佛种 也能同法度化众生 内心与菩提相应 欢喜踊跃 所以叫做欢喜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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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